为纪念和平反迫害20周年 21日周日上午 欧洲各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 来到巴黎著名的人权广场 进行反迫害与讲真相活动 欧洲天国乐团也再度到场演奏 法轮功学员借着展板和各种资料 向过往行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 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 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人们尽量很多人在关注的事情 听到的 mission是非常有趣的 在抗产性和所有的事情 都很有趣 我没想到这些人的抗产性 当他们做的事是非常满的 爱和平和平和幸福 看他们这样的感觉 我感觉到感觉到感觉 我认为是非常感觉和感觉 非常感觉和感觉 我认为它完全感觉 正对埃菲尔铁塔的巴黎人权广场 因世界人权宣言 1948年在这里通过而闻名世界 迫害发生20年来 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景点 也成为法国法轮功学员 每年纪念法轮大法日 和揭露迫害的固定集会地点 因为今天是20年纪念的状态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知识 这方法是试图在130个国家 而在中国卫尔铁是禁止的 我认为这些人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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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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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些方法是非常好的方法 而不要害怕 我认为为了中国人 他们需要继续继续继续继继续 新唐人法国记者站巴黎采访报导 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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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